Hello 今天我們做香蕉蛋糕 材料有意在這些 那我們開始了 香蕉我們要選煮熟到起斑點的香蕉 不然做出來就會失去香蕉的香味 首先壓碎香蕉 壓到變成香蕉蓉 我們就可以放在一邊 待會用 牛油隔熱水煮熟 煮熟了的牛油 就可以放在一邊 待會用 接著我們就可以發雞蛋 打到差不多見到泡泡了 就可以加上糖 高速打發 打到見到油紋 你見到畫到一個圈圈出來 那就是OK的了 接著就可以加上香蕉肉 然後調低速 攪勻 攪拌 攪拌十秒左右就可以了 不要打太久 不然就會消掉泡泡了 然後就可以加上香蕉肉 然後就可以加上低筋粉 分開兩次 攪拌 然後就可以加上低筋粉 分開兩次 然後就可以輕輕攪拌 攪拌均勻 然後就可以輕輕攪拌 攪拌均勻 攪拌acağız 攪拌均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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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用四分一的麵糊 加入牛油 拌勻 拌勻後 將它全部加入麵糊 再輕輕攪勻 攪拌勻後 就可以放入麵糊 撥一撥表面 讓它平均一點 然後170度 焗它40分鐘 攤冷了就可以拿出來了 然後在煮沸 放入麵糊 撕開去看看 又香又鬆軟的香蕉蛋糕 就感受可以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 和按下小鈴鐺吧 拜拜